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学八字 当然都从书上去学习 有些人是拜师 现在坊间里面90%到95% 基本上都是从传统学去入手 当然传统学入手的话 传统学他是以中庸为一个基础 所以八字你身强要怎样 克洩 让他弱一点 你身弱要比硬 让他变回复比较强一点 这个我相信这个基本概念大家都有 可是真正在实际运用的时候 各位 你应该会发现到有好多好多的迷亡点 甚至有的时候你判断应该是这样 结果完全都相反 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到底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慢慢的有这种体认 所以你去看网路论坛里面 往往一个八字里面 他就是大家就为了用神在那边争论不休 来讲 我们就以白板上的这个八字 来做一个案例 甲絮丁丑并称丁酉 这个人提问他其实也是有迷惘 他的迷惘在哪里 所以说身强不是可以帮生 那个身弱 笔尖不是可以帮生 效应不是可以帮生吗 可是为什么他的状况就跟书上就不太一样 怎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他的一个观点 因为他自己的认知就是不一样 来之后我们就来看说 他到底是怎样 他的一个状况就是 他现在的大运在庚城 他在庚城来讲 他进入这个大运以后 我们看一下他排列组 天干甲末 就是庚金克甲末 地支 地支全不落土 我们来看 庚金是他的一个财运 他假如深入 他要 比肩劫财 那我们来看 冰火 还好啦 稍微克点金 不会很强 可是他冰火 他就完了 他不是会让我 更好吗 怎么冰火 让我大破财 我们来看 他假如要印 甲 甲木道还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乙 乙庚义合 财运也不见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都会不好 怎么都会不好 可是我们在以官运 工作运来看的话 任 丁任何 所以不会好 但是癸水没有问题 奇怪 怎么 又出现了这一种的一种现象 地支全部都土 基本上他不管走什么都不好 走任 他走止水 止丑合 害水被克 这个都不行 他官运都不行 他地支走财运行不行 我不是申弱吗 不能走财 可是我们会发现到 申可以 他这个运走有金不行 怎么又有可以的 又有不行的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像都 没有 一定的一个标准 我们在想 他天干走财运行不行 走辛金 走庚金 都还好 都还不错 所以 他没有什么 他 深 深落 就不能够认识 认财的 也可以 他今年财运上还算可以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根 辛 都还算不错 所以 这个是一个财官 财官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运程 你就会发现到 好像没有完全符合身强身弱 没有完全符合 没有完全 一半一半的机会 都是一半一半的机会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就会茫然 我不是深落吗 要比硬 为什么我走财运 也会很好 我走财运也会很好 所以各位 他现在走的是这个运 他的财运会不会好 当然会好 当然 为什么 他的财运没有受伤 他的财运没受伤 那来讲 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样子 可是 这时候 你认为他走金 就一定会好吗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同样的字 排列组合还不一样 我们来看 在庚 我们会知道 是不是庚金克甲木 他走丙火的时候 甲木生丙火 会克庚金 所以他是破产 他下一个运是星金 星金是甲木生丙火 生丙火克星金 他走丙火的时候 反而变尽彩 各位 不是都是金运吗 这个运是庚 他下一个运是星 这不是都是金运吗 金运碰到同样的火 产生不一样的现象 怎么会这样呢 那到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怎么办 各位 同样的五行 碰到同样的五行 产生了不一样的现象 产生不一样的现象 甚至呢 我们再来看 碰到丁 他一样进财 这边碰到丁 跟你说 大破财 各位 全部相反 全部相反 老师怎么怎么会这样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呢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 简单嘛 排列组合不一样嘛 排列组合就不一样 所以 这个就是在 现阶段里面 因为资讯上的一个流通 大家在因为网路而齐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 开始发现到 有这一种情况 怎么会产生这一种现象呢 不是跟书上所写的就不一样吗 所以 各位 为什么现在的一个八字 慢慢的有很多的派别会出来 六柱论命 心派 盲派 计量派 反正八字很多派别 五行派 这些都一一的出来 他们就是为了要修正这一块 就是为了要修正这一些东西 就是说同样的五行 各位 这些都同样的五行 可是他所出现的一个状况 却完完全全相反 有的时候你真的 你假如没有仔细去研究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应该要好 结果碰 你妈的怎么全部都相反过 反而会害了自己 会害了自己 各位 这只是 简单的举 对不对 都举这一边 金大运跟新大运 都只是碰到丁 结果你会发现到怎么全部都颠倒 全部都颠倒 你不要以为会一样 各位 你不要以为会一样 时常就是出现这一种完全颠倒的现象 所以才搞的那一种 人整个都说到底我的八字的用神是什么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说 有没有固定的用神 所以五行派一直强调 没有固定的用神 他一切看五行流通 一切看五行流通 根据五行流通 增减状况来判断运势 所以 各位你就会了解 就是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 八字是这样子 他的用神你也判断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这常有的事 常有的 而且高达五成 也就说一半以上了 所以我的很多客人 里面本身 我甚至有碰过 他传统学非常非常厉害 三命通会 敌天水 背书背的滚瓜烂熟的 对不对 批命 傻眼 完全不能用 甚至到最后不敢 连自己的命都不敢看 因为他在帮人家算的时候 时常出现相反 他就 会对这一门学问 他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 所以他敢用在他自己身上 结果他学了那么多 他还要来找一个中红艺 来帮他批命 然后到最后他才发现到 他自己的人生过去 真的 就是像五行派这样在走 他都会怀疑 他自己所学的东西 是真的还假的 结果到最后各位 很多人就流于讲学理而已 就只能够讲学理 而没办法实做了 为什么 因为实做一下去 几乎错误连连 这个就是古代的学术 需要做修正的一个地方 古代的学术需要做修正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 原来八字他在五行派的观点 他们所看的就是五行流通 所以 没有固定的一个用神 因为我随便举的这个例子 全部都是 什么 金 金跟火而已 可是金火这两个排列组合下来以后 会发现到完全都会颠倒 完全颠倒 这一些你可能在以前完全没有想过 但是各位 事实上他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觉得 我走20年的火土大运 我会有运20年 这是我的用神 很有可能就只有一半而已 各位 很有可能就只有走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很有可能是完全都是相反的计神 所以 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的批论法 我相信现在 随着网络的一个进步 这个问题 慢慢慢慢的 大家都了解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新兴的派别出来 就是为了要修正这一种错误 在这边 也让各位了解就是说 八字 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用神 什么一个用神进来 你就会怎样 各位 同样都是金 同样都是火 他就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走法 你要怎么办 各位 这是常有的情况 这不是特殊的 这是常有的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